今天的社会 我们充满着担忧 一就是疫情 二就是战争 再来呢就是我们大家心中的一个 不安定 所以这个爱 和平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正好 今年的 一佛节或者叫魏塞节或者叫 佛诞节 正好是我们马来西亚独立 以来呢将近60年了 就是我们这个魏塞节在国家的 宪法上面已经是60年了 所以这次雪兰河州 州政府 希望在疫情开放之后能举 举办一次 正式的 这个魏佛节 佛诞节 魏塞节 所以就邀请说可不可以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山寺来承办 我们 当然了 感谢州政府给我们的姻缘 现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